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阿姨 怎么不吃 我吃饱了 阿姨 咱们不是说回家吗 怎么又来吃饭 那等你回家了以后没有饭吃可怎么办呀 阿姨 你是不是害怕我饿 别生爸爸的气了 爸爸脾气不好 爸爸心好 嗯 吃吧 陈一诚 开门 爸爸 开门 陈一诚 我知道你在里面 赶紧开门 爸爸好像不在 陈一诚 你躲在里面不出来算什么男人呀 陈一诚 你要是再不开门 我就把嘟嘟带走 让你永远都见不到他 你什么意思 陈一诚 谢谢你听听 陈一诚 你以为你躲着不见人 这事就完了是吗 有些事情你不懂 我不懂 我是不懂 丁大哥对你多好啊 他把你当成交心换命的朋友 你呢 你就这么害他吗 我是做错了 我是对不起他 你可以鄙视我 鄙视 你根本就不配你鄙视两个字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是 你听我解释啊 我的意思是这样 我不想在暗中再被对手咬着不放 如果我们告诉他们 我这孩子没了 他们还有什么可以反击我 我们就让他们成立在这样 胜利的喜悦中呀 先抛开吉利和不吉利的这个想法 你的意思就是说 我想泡个烟雾蛋来迷惑一下他们 是吗 没错 我想好了 我王晓星要换一个活法 睡了 快快 过来 过来 坐 坐 坐 好好好 您行 您行 睡吧 和里边怎么聊的啊 是这样的 我们商量了一下 那也是我的主意 我们想走一步缓棋 是缓棋 是缓棋 就是给那些明里暗里的坏人 抛一个烟雾蛋 迷惑他们一下 我天哪 你都快把我给迷惑了 你到底是几个意思 你这说清楚了 就是对外说 我们的孩子没有保住 让让那些坏人得意一下 我们可以借这个机会 休养生息 赢得一些时间 爸 您可以不同意 没问题 这厨艺首先是我的 其次我知道听上去 特别不吉利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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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同意 就这么定了 你我 定什么定了 这我这还没同意呢我这 你同意什么 我这都没问 我这都没问 你知道什么我都没问 我这都没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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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您说 您说 我是想问 如果你妈 她妈要问起来 我怎么说 你管她妈干什么呀 我说问你什么呀 你这个妈就行了呗 是你妈她妈是她妈 我是你妈妈 我妈妈 好 我妈妈 我妈妈 由我来跟她说 对啊 你和你妈说 千万 您别告诉她 我来亲自说 好 气死我们 我都要郁闷死了 不然你说 你跟大哥和小向姐 对陈一诚多好 我怎么能这样 对待他们呢 你别说你了 你说我们呢 西户那公司 日房夜房家贼男房 谁知道你说陈一诚 她能叛变 我跟你说啊 我现在嘴里能骂分的脏字 我建设陈一诚 我用她身上 我都觉得太干净了 我是觉得 你说人无论多成都没有关系 关键是 如果你没了政治知心 那连地高游都不如嘛 你这比喻挺恰当的 但是 咱这毕竟吃饭呢 是不是能够喝饭 放个饭 放个饭 你说丁大哥这次能不能晚回啊 按现在这情况分析吧 没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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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家的感觉真好 开心就好 老公抱抱我 我会一直在你身边陪着你 喂 亲家母 可得见一面了 你说这事 这事怎么就成这样了 这本来都没事了 可是突然吧 这姓感觉就不舒服 她就去洗手间了 结果呢 结果就给掉下来了 她用一按那个冲水的 哗 给冲没了 什么 冲没了 可不是了 你想啊 掉都掉出来了 再一冲水可不是就没了吗 连人医生想看都没看见 后来医生就说了 那行了 就这样吧 回去吃点中药 再清清吧 你说得轻巧 那是我们丁家的骨肉 这个孩子对老丁有多重要 你知道吗 是是是 我放下我的自尊 放下我的医贯看法 我说服我自己 来接受你们为什么 不就为了这个孩子吗 如果没有这个孩子 你还有什么理由 坐着跟我说话 可是这强留 他不是也留不住了吗 人医生都说了啊 就算强保 那背不住保下来 是个有缺陷的 你们是生病为儿戏吗 这反正您院也出了 家也回了 这女孩子家嘛 她只要有身体在 这就不是个事 那今年不住 明年再中呗 没有明年 没有明年了 我告诉你啊 如果没有这个孩子 我还会坚持我原来的看法 您这是还想逼我们家性 离婚哪 我见了学期再说吧 没关系 我儿媳妇流产了 真流产了 那太可惜了 你送的药也没管用 人补行 药再好又有什么用呢 您说的也是 那他们说别的了没有啊 他们还能说什么呀 其实我想逼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POS 由总imo音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白发沧桑 风朱残年 真的不行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都过去了是吧 好 都过去了 这样 我给你开三个条件 第一 你可以不爱她 但是你必须给她一个妻子的名分 你必须像一个真正的丈夫一样 尽心尽力尽责 第二 你送给我的那个企业 我可以还给你 外加三千万的投资 第三 我给你三天的时间思考 然后 必须答复我 现在恐怕最难过的是你爸了 你想一想怎么跟他说呀 这个孩子成了他的精神支柱 现在没有了 怎么交代呢 儿子啊 你还能笑得出来啊 我得认真地跟你谈谈 我希望你能重新地 考虑一下 你跟王小兴的关系 真的 一个女人连孩子都生不了 那根本就不是一个 完整的女人 就因为你的婚姻 给咱们这个家庭 带来了多大的灾难 不是吗 儿子啊 大道理我讲得多了 但是你是我的儿子 我就不能让你吃亏 人都是自私的 妈您好现实 人就要现实 行 跟您说来 有点现实 现在不是我看得起 看不起王小兴 而是王小兴 看得起看不起我 儿子你又在说笑话 王小兴怎么能看不起你呢 首先她有她自己的工作 她有她自己的事业 她有她的工作室 她挣得很多 我承认 我承认 我们呢 即将破产 有可能 欠一屁股债 哪儿还来得优越感 没关系啊 我们的生活并没有影响你 你有企业呀 你自己创业很成功啊 那就再告诉你一个 更现实的 我失业 你又没有 我 失业了 我被我们公司的 大股东给了 如果听您的 我在跟王小兴离婚的话 我也是二婚 我将一我所有 什么都没有 那你知了王小兴会怎么做吗 我知道 她永远陪在我的身边 不管贫穷还是负责 好 来来来 干的 爬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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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爬呀 怎么样啊 你 你这身体恢复的 还好吧 学棋呢 学棋你得多劝劝的 毕竟这事对于她来说 还挺重要的 多安慰安慰她 你是什么打算啊 我 我不就是 就 就还那样嘛 该找工作找工作 找不着工作的话 我能在你妈那儿凑凑啊 毕竟现在 毕竟现在也不用跟你爸解释了 没出息 怎么叫买 怎么叫没出息啊 你应该回去啊 回去 对呀 你不敢啊 我不是不敢 我是不愿意 你知道如果我回去的话 就等童鱼 我一直在寻找的一样东西 我把它找到了 然后我又把它弄丢了 什么东西啊 尊严呀 你 你都不知道了 林一斌之前找过我 他跟我说了说 杨晓东 你现在拿到的尊严 我可以分分钟 从你那儿再给夺走 我当时说了 我说我宁可作为要饭呢 我也得需要尊严 尊严很重要 那我来告诉你什么叫尊严 股份你有吧 你都放弃了 叫什么尊严呀 我宁可因为我的尊严 把这些股份都放弃掉 自己的东西都捍卫不了 顶多是个小人物的酱脾气 不是干吗呀 你 你 你给我约出来 你 你 你这 什么意思呢 你这 什么意思呢 我觉得属于你的 属于丁学棋的东西 你们都应该拿回来 但是呢 这事只有你可以做 好好想一想吧 好好想想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师 你不要某个名我知道 您不是必须 你这个�� 你们又回来 谈一谈 我们之间还有什么可谈的 对 我得谢谢你们 让我形容了不仁不仪 什么叫不仁不仪 白银忠先生 你当初来找我的时候 你并没有说 你要控制公司 你更没有说 你的后宰是李医兵 这个世界上 不会从天上掉下馅饼 来的 而且即便是 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他凭什么会砸住 你陈一诚的头 让我们回想一下 当初我为什么会帮你 买房 买车 帮你电资还债 我是有目的的 这点你应该很清楚吧 老陈 我坦诚地讲 我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想让你帮我 顺利地进入丁屈齐的公司 成为他的股东 你的目的达到了 我陈一诚是自己亲的 我陈一诚 医生啊 我们每个人 其实都有私心 这没什么不对 我们有权利去追求 更美好的生物 但是你拥有的 不仅仅是私心 我会就帮你 我想这件事 我们真的不仅仅仅是 什么都让我明确 主持人 我就不仅仅是 我们不仅仅仅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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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了这么大的事 别慌了 儿子 沉住气 我就是想见见你 好 你来吧 好 你好 猜猜我是谁啊 我当然听得出来了 范子玉对吗 发小就是发小 我告诉你那林一斌 擦了半天都不知道我是谁 你终于打给我了 我受伤以后 咱们俩是不是就没见过啊 想不想见见我 我也觉得非常有必要见一面 你在哪儿 我在老家呀 我下午的飞机回去 好 我下午去机场接你 就这么愉快地决定我 一会儿见 爸爸 要去哪儿啊 我要去机场接一个朋友 要去一桩心愿 接一个朋友 得要去一个心愿 坐我的车去 我派人送你 这都要被您监视啊 那你多幸福啊 好吧 好不好 不错啊 要不是听了你的声音 我真的一点 范子鱼的影子我都找不着 哪儿坐的呀 韩国啊 你这S人的毛病 你这辈子改不了了是吧 上次咱俩喝完酒到现在 到此时此刻 他俩第一次 是吗 我认识 是不喜欢的 朵子 这个月 很棒 你的口感恩 那你能降这一点 这一天 你得不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你 我们什么都没发生过 对吗 我就需要知道这个 对我很重要 然后这个照片传到网上 是你干的吗 当然不是我干的 是林一斌干的 他当时怀里不是有 一网小兴吗 我就特来气 凭什么他怀里能搂一美女 我就不能搂一帅哥呀 咱们俩的照片我一发给他 他都欺诈了 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然后我也跟着遭殃了 我也成了网红了 直接说重点吧 你给王小兴那个萧子 是什么意思 你什么意思啊 丁学姐 没什么意思啊 那你非要弄死我 你才开心吗 现在是你要弄死我侥幸 那是因为他抢了我男人 什么 抢了你的男人 在你的心里 能不能公正一点 能不能有个先后顺序 是你先抛弃了林一斌 然后才有林一斌 跟王小兴的婚姻的 对吗 你这妄想之道 今天你都没有干 我自认为咱们两个人 是发现了 咱们两个人的家庭环境 差不过 我跟你的人生观 价值观 应该没有差别那么大 我们是不是应该 都有点自尊呢 最起码 你为什么不敢承认 这个车祸是你设计的 曾经我认识的 那个仗义的女汉子去那 我回来了 它就像我们一样 一样的病情 对 我说是一样的 我一样的 我个人是安装的 就是说 我们让一样的 我们是一样的 有三个人 在北京 女儿 我们是一样的 我们是一样的 可以 十四个人 我们不能与美国 现在 我和你一样 我又会永远爱着一斌的 我会永远爱着一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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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永远做了 一个最恶心 最低级的 最常识性的错误 我被人彻底打败了 手都换不了 输得特别惨 像个小伙一样 像小伙一样 我这些日子一直在反省 我觉得 我觉得把自己想得 想得太好了 太自以为是了 我的问题 不经过摔打 怎么会翅膀硬呢 年轻人吃点亏 是为了以后的路子更顺 你的公司发展 是思路还是正确的吗 包括那个对新能源 那个投资入股 还是很有眼力的 你输就输在你那个对 对自己自我保护意识轻薄呀 轻敌呀 对呀 这不就应了那句话呢 年少轻狂 咱们两个呀 都应该接受教训 我是不会垮的 我的公司虽然垮了 我不会一蹶不振 我老了老了 我还要创业 你看这楚事件 七十多岁了 照样上山种橙子卖橙子 对吧 很好嘛 这又什么呀 从上次有记组 到现在 这段时间吧 有些话憋在心里面 很久了 但是我不太善于表达 所以 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谢谢你 谢谢你鼓励我 谢谢你给我力量 谢谢你 你说什么呢 你是我儿子 我是你爸 你看您都已经 公司都这样了 您还能笑看人生 我 就这一点 我觉得我应该学习 真的应该学习 真的应该学习 男人嘛 输得起 对吧 没错 就应该这样 我今儿也跟您成功了 我要把我的公司 躲回来 我要用我的手段 让他怎么失去的 怎么给我拿回来 好 这才是我的儿子 对了 对了 那个小兴和孩子的事 你准备瞒你妈多久啊 她可是你的亲妈呀 对 我知道 但是 这个也瞒不住嘛 等一天天过去了 小兴那肚子就越来越大了 对吧 瞒不住 那亲子就是范子豫的事呢 让他自己慢慢知道吧 让他自己慢慢知道吧 我不想说 好 不管怎么样 以和为规 好 无争 无人能敌 谁与争锋 是不是可够大伤了 对 行了 你们都忙去吗 好 无争电子商务 哎 这名改得不错呀 多忙着呢啊 怎么样最近 忙不忙啊 您 最近过怎么样啊 杨晓东 你 白总 你怎么回来了 我怎么就不能回来呢 你看 我是这儿的员工 我还这是股东呢 我记得你当初 不是为了尊严彻底离开吗 对对对 当初我是因为尊严走的 现在 我因为尊严又回来了 回来重新获取尊严 对 重新地获取尊严 挺好 一会儿找你了啊 好的 林总 知道了 林总说了 你的股权没办法取消 但是公司以后的管理工作 就不能交给你了 那不要紧 我可以作为普通员工啊 你这么一说 我这干的事 还得挺多的呢 你看我可以接单 刷单 管理评论 然后解决纠纷 还挺忙的 行 既然回来了 就好好干吧 工作区都在哪儿 我都知道 我去 没事 我去忙啊 这儿我就放心了 这儿我就放心了 林一斌 你是心甘情愿的吗 我已经想过了 我打算跟你共度一生 爸 既然我们俩已经结婚了 我打算跟您商量点事 说吧 我想送紫余出国 现在丁元企和王小兴啊 一直都在发 我怕将来会威胁到她 而且我觉得 有必要采取点措施 采取点措施 搞不好那又犯罪 这样吧 我想办法去舒服她 好不好 那边 既然你跟我闺女 成了夫妻 你现在要做的 让紫余 休息好 修养好 无论他的肉体和灵魂 绝不能受到任何的伤害 懂吗 我知道